蓬佩奧来台的这个几率非常大 那只是我们要认清楚说 这个过去当然也有美国 现任的官员到台湾来 但是来到底要做什么 会不会为台湾带来更大的利益 那一场演讲是不是都不少钱 很多钱 所以我才会说重金礼聘 就是我们要花不少钱 但是现在其实 蔡政府有一个问题 今天媒体也讲了 事实上蓬佩奧之前跟拜登 应该是死对头 两个人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蓬佩奧也毫不手软 他们这一个帮阵营 去攻击拜登的小孩 然后做那些图片 那个也非常的多 那现在主政的是谁是拜登 是拜登 所以就是说蔡政府 这样子就是展开双臂 欢迎迎蓬佩奧来台 拜登政府高不高兴 这个可能也要稍微拿捏一下 就是这个动作如果是太大 然后会不会引的这个拜登不高兴 另外一个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因素 就是之前蓬佩奧在任内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银牌的 所以他也非常的强悍 然后包括之前那个驻联合国的 这个代表卡夫特一度要来 也是蓬佩奧批准的 然后后面是因为老共 这个可能很不开心 就是说再这样子真的飞机 也要大量过来 所以才踩刹车 那所以这一次呢 中国大陆那边对蓬佩奧 如果未来真的要访台湾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关注是他的言论 会是什么 如果蓬佩奧在台湾发表是非常 一样是因害跟在美国本土 发表一样的言论 然后如果刻意要来台湾去 挑衅大陆的话 那对台湾是福是祸 我觉得就很难讲了 这一点其实是大家要小心的 就是说他到底来是福是祸 这个真的很难料 这个其实要小心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如果他真的要来 麻烦他带一个真的大的伴手礼来 就是美国到现在没有买过我们任何一颗新鲜的凤梨 因为他不准台湾进口 不要只吃凤梨干 台湾不走这一套 台湾的金钻凤梨 生鲜的才好吃 所以不要吃凤梨干 麻烦蓬佩奧如果真的有来台湾的话 麻烦你帮我们打开美国的大门 我们现在如果蔡政府真的凤梨 以后都不要卖中国大陆 美国现在是凤梨进口大国 赶快把门打开 我们把金钻凤梨 很多都可以销到美国去 如果蓬佩奧他来 可以带来为台湾的农业开启大门 就是是他多买我们的凤梨 那我们欢迎 但是如果不是只是来 又在谈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他只是在电告自己的政治声量 又要去挑衅对岸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可能就不见得是那么欢迎 说明我们不见得带来 我们不见得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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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